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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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不要这么紧张 董夫人请吃饭 主要是想跟商界联谊 又不是个隆重的宴会 他们请的全部都是广州的身世名流 我怕我会丢你的脸 怎么会呢 你美丽大方怎么会丢脸呢 其实我本来是不想去的 他们请你又不是请我 那董夫人说了要携隽出席的 我想趁这个机会告诉大家 你即将是我潘卓星的夫人 那你就是利用群众的压力 那你就是利用群众压力 比二夫人接受我们了 她早晚都要接受的 即将怎么了 大少爷 前面有东西挡着过不去啊 向前快跑 你怎么样 你伤口流了好多血啊 先不要管 他们不会放过我们 这样子放躲起来 向前 你走吧 你不要说话了 好好地休息吧 杀手追的是我 跟你没关系 你快快走吧 你不要再说了 我不会丢下你的 你记不记得 你说你会娶我的 你一定要撑下去 这表是你送给我的 你拿着它 我现在是找人救你 我回来 我要你亲手为我带起来 不能让杀手看到这条血路 不然就会找到大木头了 你看这血迹一定是潘哲星留下来的 潘哲在前面 我们追 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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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 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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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 找人 去 找人 你 你醒醒啊 你醒醒啊 大木头 你不要再睡了 大木头 你不能睡着 快起来呀 大木头 你不要睡着 你答应过不去我的 老板 大少爷 老板 大少爷 老板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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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我们在这儿 叶小姐 老板 老板 大少爷 他今晚怎么样 受了伤 流了好多血 快送他去医院吧 赶快 快点 卓星 卓星 大哥 老板 你醒来了 大少爷 伤口还是疼不疼了 娘 我已经没事了 你不用担心了 对了 向秦 他怎么样 大哥 医生说他病不严重 宝齐在那边陪着他 你放心 我的表呢 我一只拿的手表 你们有没有人见过那手表啊 没有啊 大哥 大哥 手表不见就再买一只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安心休养 是啊 你这次啊 运气好捡回一条命 真要感谢祖先庇佑啊 老板能够逃过这一劫 全靠叶小姐 使他冒着生命危险救他 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医生刚才说 向秦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是啊 我只是有一点擦伤 两位大木头老 他伤得很重 还流了很多血 我的表呢 在这儿 是啊 谢谢 大木头宋娜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你跟大木头在一起啊 对不起啊 向秦 刚才我看到你跟大木头都不省人事 所以我觉得 我应该跟你的家人交代你们的关系 你不会怪我吧 其实我早就应该跟你们说清楚 但是我怕你们不高兴 所以 被蛇咬过还不怕 还要靠近姓潘那家人 又不是故意的 这个是天意 是缘分 不用管你大哥 以后我会说服他的 快睡一下 阿静啊 你帮我看看他在不在 哦 他好像睡着了 要不要进去看看他 算了 不要打扰他休息了 今天晚上你回去炖些补品 明天拿来给他吧 哦 哦 啊 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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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嗯 小琴 怎么样 伤口是不是还很疼啊 还没好就不要到处乱跑吗 你也是啊 你刚刚才好一点 就到处走 我会担心你的 我就是担心你 虽然他们说你没事 但是我要亲眼看到才会安心 我也是要看到你没事 我才能安心 这是不是叫心灵相通呢 现在你会开玩笑了 你都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有多危险 如果那些人找到你的话 可能你就没命了 你说过会回来救我的 我信任你 对了 你走了之后 为什么不是马上找救兵 你反而又回来了呢 那时候没想到那么多啊 我只是知道不可以丢下你 你这小傻瓜 是你说的 你不会丢下我的 你这次没丢下我 你这辈子都不可以丢下我 我说了我会丢下你吗 经过了这一次死里逃生 我什么也不顾了 我只要跟我爱的人在一起 一生一世都不分开 感谢菩萨庇佑 我儿子着信可以逃过一劫 安然无恙 感谢菩萨庇佑 让相情逃过一劫 其实相情别无所求 就算以后不可以和卓星在一起 我一样会珍惜她 叶小姐 你不是来拜神的 你是特地来找我的是吗 二夫人 谢谢你的补品 小小的心意 我也要感谢你救了卓星 我应该做的 不过你不要误会 我这么说 并不代表我已经接受 你们两个在一起 我从来都没有奢望 二夫人会接受我们这一段婚事 不过我希望二夫人 您可以听一听我的真心话 当初我跟卓星在一起 其实也有很多顾忌 我怕你会不高兴 我也知道很多人会说闲言闲语 甚至我也很担心 不知道怎么样面对卓华 不过经过这一次的意外 我发觉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当卓星晕倒的那一刻 我什么都不想 我只希望她不要死 赶快醒过来 我只知道这个男人对我来说 有多么重要 重要到甚至可以牺牲我自己的性命 经过了这一次 我们两个都很清楚 谁也不能阻挡我们的感情 二夫人 对我来说 可以和卓星长相厮守 是最圆满的结局 不过我知道不可以强人所难 但是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 我都希望你明白 我对卓星的感情 是不会变的 告辞了 二夫人 阿静啊 你觉不觉得相情不一样了 我也感觉到 以前她跟爱少爷在一起 并不是这样 难道这时代不同了 现在的女人除了有自己的事业 还有勇气去面对困难 并且承受压力 她这么做只是为了要跟卓星在一起 比起那个时候 她跟卓华结不成婚 那种愤恨 那种愤愤不平 她今天成熟了许多 很清楚自己的目标 你这么说 好像很佩服她似的 要抗衡礼教 谈何容易啊 我看得出来她真的有这个勇气 比起三十年前的我呢 我自愧不容 小姐 你又回想起 我已嫁进潘家之前的事情 我只是在想 卓星跟相情的婚事啊 今天叶小姐说了 这辈子都会跟大少爷 难道真的不给她一个名分 你不要问我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大少爷 婧姐 你先出去 你又想说什么 娘 我知道我跟相情的事 令您觉得难堪 但是我真的很希望 您可以接受她 让我们两个一起 私奉您老人家 但是如果您真无法接受 心里觉得很不舒服 我只好跟相情搬出去住 但是我每天都会回来吃饭 每天伺候您老人家 最多我辛苦点 两边跑 自从你爹离开了之后 我就是这个家的长辈 我的责任 就是要维系着这个家 无论你做了什么决定都好 我只是希望这个家 可以完完整整 不要散了那就行了 你放心吧 娘 我一定不会离开这个家的 娘谢谢您 两位 看镜镜头笑一笑 不好意思啊 我去换一剪底片 你笑什么 我想起了我妈跟大哥 想起他们 他们知道我终于嫁出去 既高兴又担心 千叮万主地吩咐我 千万不要太扑招 还说怕会有波折呢 也难怪他们有这想法 我们真的经历了很多事 现在才能在一起 所以大哥他跟我说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希望你们白头到老吧 你说 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白头到老 现在娘已经默许了我们的婚事 我们没其他阻力 我有信心 我们一定可以白头到老 大四喜的老板帮我们写了张菜单 包括有红烧群翅 脆皮鸡 玉环瑶柱谱 甜皮呢 这是百合莲子 红豆沙 他说好一头 象征板一点好盒 你觉得呢 礼禀方面我打算找脆香楼定做 你说好不好 礼服那边呢 我请了绍昌绸段庄的谭师傅为我们负责 他派人送了一些布板过来 娘 你看 阿静啊 茶都已经凉了 去换杯热的了 娘 我不打扰您休息 改天再来跟你商量这些 我走了 阿静啊 你看看这些布料 哪比得上我珍藏 杭州那些丝绸红的那么耀眼啊 有空就帮我找出来 脆香楼的礼品太甜了 莲花茶楼的礼品比较精致 我们潘家有头有脸 送你一定要大方得体 那这张菜单合不合心意啊小姐 都几十年的老主顾了 大四系乔老板亲自写的 怎么会不合心意呢 没问题了 娘 阿静啊 说了很久嘴都一点干了 去换杯茶 小薇 你不可以输的 你不可以输的 小阳哥 你不要走啊 我知道你还很关心我小妈 反正已经来了 不如上去见见她 也许你可以帮她戒掉大烟呢 我上次已经跟你说了 之前你爸爸知道我见小微 已经打去了我的腿 烧了我的艇 你小妈还弄成这样 我不敢想 被她知道我再见小微 会对你小妈怎么样 我爸爸已经一点也不在乎我小妈了 所有人都离弃她 就连华大夫也救不了她 如果再这样下去 她真的会失去斗志 完全放弃自己 夏阳哥 你就当好心救救我小妈吧 小妈 走开 小微 走开 小微 小妈 你别这样啊 小妈 小妈 别这样啊 我们是来帮你的 走啊 走啊 小微 小微啊 小微 你看着你 看着我 对不起啊 小微 要不是我 你就不会弄成这样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戒掉烟影 让你可以重新做人的 我不可以没有大烟了 你放过我 你放过我吗 你给我打烟啊 你要我干嘛东西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你给我打烟 你给我 够了小微 够了 你不要再这样了好不好 再这样下去你会死的 你让我们帮你 你让我帮你好不好 你怎么帮我 你绝了 你都自顾不暇了 怎么帮我 是不是我能站起来 我能走路 你就让我们帮你 小心啊 小心 你看见没有 我站起来了 我可以走路了 只要有信心 什么都可以做得到的 你相信我小微 你要相信我 只要你有信心 你一样可以尽到烟影 一样可以重新生活的 你让我帮你好不好 你就让我帮你好不好 谢谢雅客 小心我 我一定可以把你戒掉烟影的 其实现在把小微 绑在床铺上面 是希望她毒瘾发的时候 不会伤害到她自己 还有啊 最近这几天 无论她叫得多惨 你们都不要心软 只要挨过这几天 我想她的毒瘾 应该能戒掉 浩尝谢谢你 大言害人不浅 我能帮就帮 谢谢你 向阳 你怎么样 站了太久所以痛 其实你为了鼓励小妈 不靠拐张站那么久也挺辛苦的 你先回家休息一下吧 是啊 我们这几天还要轮流照顾小微的 如果你腿出问题的话 就得多照顾一个人 赶快回去休息吧 这也好 那今天麻烦你们了 行了 那我先走了 再见 我想你也先回家吧 不然的话 你丈夫会想着你的 你一个人跟小妈在一起 也不是很方便啊 那我们两个孤男寡女 就更不方便 我想你丈夫 不会喜欢这样的 可是还有很多下人在吗 你是不是不想见到我啊 那我走了 不是啊 我是怕你不想见到我 抱齐啊 其实你是不是有话想跟我说 你肚子饿吗 我叫人煮东西给你吃 不用了 我肚子不饿 那算了 我们轮流照顾小妈 轮流休息吧 你不让人煮东西 有什么快 宝 Honey 不需要把我偷 を靠少了 不要 我没有骗你 是你自己骗你自己 我已经结了婚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啊 结了婚又怎么样 你根本不喜欢卓华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不开心的 我还是喜欢你的宝妻 你不要这样 好 你看着我 你看着告诉我 你不想再见到我 你不想跟我在一起 你不喜欢我 你说 你说了 我马上走 其实我跟卓华 只是有名无实的夫妻 他还说 如果我们找到真爱 可以立刻离婚 那 那我们就 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离婚不是你想的 那么简单的 能有多复杂 现在是民国了 只要两个人有协议 签得自己就可以了 我还有很多顾虑的 你不要逼我了 宝妻 我不逼你 我给你时间 我知道 我们真的可以在一起 我一定会等你的 我赶快 magnificent 我们家妈妈妈的 开门准华 我是娘 早啊 娘 宝琴呢 她还没醒还在睡 她昨天根本就没回来睡是吗 你说 孤儿院有孩子发烧 她必须留下来照顾他们 所以我就没有跟你说 婆婆 你早 你身为潘家的媳妇 出去一个晚上不回家 天亮了才回来 成何体统啊 你说 昨晚到哪儿去了 我 我小妈染上毒瘾 我在爸爸那边帮她戒烟 为什么你们说的话 前言不对后语啊 什么 你们到现在还分床睡啊 为什么 说不出话了 你们不是很会演戏吗 在我面前就假装恩爱 其实背地里就各自为政 根本就不是夫妻 娘 您先别生这么大气啊 我不生气才怪啊 她可是你的老婆啊 她在外面过夜你都不知道 你这是什么丈夫啊 还有你啊 不常在家也就算了 居然在外面过夜不回来 成何体统啊 这传了出去 会被人说你不守复道啊 你还有什么脸出去见人啊 还有什么脸告诉别人 你是卓华的妻子 婆婆 事到如今我不怕老实告诉你 报警 我跟卓华是有名无实的夫妻 我们骗你是因为我们不想你不开心呢 什么 那就是说 你不会帮我们叛加生儿育女 我想我真做不到 再说一次 我是说 我不会跟叛卓华生儿育女的 你 娘 这根本不能怪宝琪 你知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呀 她是潘家的媳妇 是你的亲子啊 但是我跟宝琪毫无感情 结婚之前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两个结婚 都只是为了你们 娘做这么多事 都没办法改变你们的想法吗 有些事改变不了就是改变不了 娘 娘 为了让你们开心 我们两个已经牺牲了终身的幸福 每天都在不开心之下过日子 你就当可怜我们 不要再逼我们了 小姐 二少爷二少奶奶只是一时冲动 语气重了点 你不要闷闷不乐了 我不是闷闷不乐 我是痛心啊 是不是我做错了 你不要怪自己了 小姐 是二少爷 是二少爷他们想不通 也许想不通的人事我也说不定 一直以来 我以为他们两个结婚之后 就可以慢慢培养出感情 我真的没有想过他们会这么不开心 我做这些事 是希望一家人和和气气 整整齐齐而已 浊姓说要取向秦 我已经让了一大步 现在浊华跟宝齐又说没感情 不肯睡一张床上 难道要我让步啊 我这样做 真是对不起叛家的祖先呢 我还是觉得他们会日久生情 也许多给他们一点时间 不要逼得太紧会好一些 真的多给他们一点时间就有用吗 真的就能够改变他们的关系吗 我不知道 总之我不想看见他们离婚 我也不想见到他们现在这么难受 我 我究竟还能够做些什么呢 我还能够做些什么呢 请问庄夫人约我出来有什么事啊 你就是阳城名声报 写花编新闻最有名的记者 我要你帮我把潘家丑闻写中 潘家外表是风光 其实那里却一塌糊涂 小儿子潘卓华娶到方宝齐 夫妻二人其实是有名无实 大哥潘卓兴 喜欢上挺妹叶相晴 其实根本是他弟弟以前的未婚妻 弄得兄弟同科 真是乱七八糟 这些事你从哪儿听来的 你别管我从哪儿听来的 总之绝对可靠 难道是潘家的人告诉你的 那报道真相是我们记者的职责 我绝对不会向恶势力低头的 那就好 能写多差就给我写多差 我知道了一件事 是关于宝齐跟你大哥 其实这些话呢我真的不想说 但是放在心里又觉得内疚很不舒服 阿姨 有什么事你可以直接说 卓华 其实呢那个时候 写你跟宝齐去开房间那个记者 是被人恐吓的 所以他才编了个故事乱写你们的 那记者被人恐吓 你说那件事跟我哥有关 你怀疑是我哥逐使整件事 我当初也不相信 是那个记者亲口跟我说的 他说卓星逼他把事情闹大 你知道了 人言可畏啊 那宝齐就会乖乖地跟你结婚咯 应该是那个记者乱说的 我哥不会这么做 有证据的 不信你看 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样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你跟宝齐结婚 表面上是帮东商渡过难关 实际 你知不知道你哥啊 已经跟叶相情在一起了 你的意思是说 我哥为了跟相情在一起 所以就逼我跟宝齐结婚 真没想到你大哥那么过分 为了自己的私心 牺牲你跟宝齐的终身幸福 难为你跟宝齐硬被凑在一起 真是可怜 你说说怎么相处一辈子啊 出了什么事啊 原来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傀儡 一人摆布 我真没想到 原来我跟浊华的婚事 全部都是潘浊行一手摆布的 这个坏蛋不是人 可又把他当兄弟 他居然出卖我 当初啊 他还假装好人来安慰我 就是让我觉得你水性洋花 要我说出伤害你心的话 让你死心 然后你就会乖乖地嫁给浊华 他不再是以前的大木头 我不要跟他做兄弟 我也不想再受这个人的恩惠 别这样啊 冷静一点 别乱咱东西 你冷静一点 宝齐兄 你不是我兄弟 冷静点呢 冷静点 你看你的手受伤了 是不是很痛啊 宝齐 对不起 之前是我傻是我笨 我不应该不相信你 算了 过去的事情 已经不可能回头了 你说得对 以前的事不要再提了 既然现在真相大白了 你不要再回潘家了 你跟我在一起 我会给你幸福的 宝齐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 什么 我爸爸他患了绝症 我们两个一起 我怕他会大受刺激 你爸爸患了绝症 你觉得他在骗我啊 不知道 你想想 整个事都是潘卓星一手安排的 你爸爸不可能不知道 虽然方正刚怀疑我们 在他银行门口放炸弹 但是暗杀老板的真正主谋 不是他 是不是郑先生 是 是郑先生背后的日本人 我早已经知道 这个姓正的背后 有日本人在撑腰 兑换外币那笔钱 根本就是关东军 在东北抢来的 所以我一方面 想帮他非法兑换外币 而另一方面 就叫你派军队去冲攻外币 不过我没想到这件事 会走漏风声 他们居然明目张胆 暗杀我报复 老板你不用担心 他们这次暗杀失败 应该不会再轻举妄动 因为军部已经正式介入此事 现在正在调查 大哥 我有话想跟你说 在车上等我 是 老板 什么事 我想听你的解释 你给记者钱 污蔑我跟宝奇在酒店房间 做见不得人的事 您还恐吓他 说如果不肯照做 竹江口就会多具尸体 是不是 幸好那记者 怕自己会出事 偷偷地找人拍下交稿 收钱这一幕 要不然也没有证据 证明你会做出 这种卑劣无耻的事 周华 我那样做也是逼于无奈 东商当时面临重大危机 如果没有男时支持 根本撑不到今天 你也想为潘家出一份力吧 那你跟向秦在一起 是不是也逼于无奈啊 你在说什么 你记不记得你说过 你跟向秦 是在我跟宝奇结婚之后 才开始的 是啊 你只说了一半 的的确确你跟向秦 是在我跟宝奇结婚之后 才开始 但是在我们结婚之前 其实你已经喜欢向秦 你逼我跟宝奇结婚 就是为了成全你自己跟向秦 你白白牺牲了 我跟宝奇的终身幸福 亏我还帮你劝你了 希望他能够接受你们 我真是傻 你别听外面的人胡说八道 光浩长算不算外面的人 你的好兄弟说的话 我应为该相信的 你连光浩长也能牺牲 难怪他对你死心 不再把你当兄弟 现在就连我 也不想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好大哥 我逼你跟宝奇结婚 我并不是为了私心 没错 我之前以前喜欢向秦 我没告诉你 我不希望因为爱情的事 影响到我们兄弟的感情 好 我就不跟你讲儿女感情 我跟你讲是非黑白 讲人格 我真的没有办法认同 一个是非不分 一个不择手段的大哥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你跟土火心说的话 我在门外已经听得清清楚楚 就算方伯父已经不是我们的亲家 你也不应该罔顾人命 放炸弹在男士门口吧 而且 我之前已经提醒过你 不要接受来历不明的现金 但为什么 你还要帮日本人大量兑换法币 损害国家利益啊 我没帮日本人 我只好已经派军队 把他的钱冲供 我反而是做了件好事 你不要狡辩了 你根本就是为了钱 你还差点累死相情啊 我 你认为我真是为了钱 我真是为了我自己吗 我做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潘家 如果你认为我在潘家也是错的 你打我 住手 住手啊 住手 我都听到了 我什么都听到了 不管是谁对谁错 你们两个是亲兄弟啊 为什么要弄得你打我 我打你 手足相残呢 娘是不是没好好对你 是不是没好好教导你 我不是没有给你机会啊 为什么呀 为什么你要做出那些 给我不能够接受的事情 现在潘家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呢 我别无所求 我只要求一家人平平安安 整整齐齐 和睦共处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小小的要求 你都不能为我做到 娘 其实我 别说了 你不要再说了 我愿意要是去福建 眼熟的同事 仍可当作磨练 你为我按摩 也改变 明白爱 原来非浅 能成为伴侣 我也算等到 爱上你也无惧 真心不会死去 你为我满眼泪 你为我满眼泪 甚至因罪 你也在我之内 陪你空也知得过 你的情願 你为我满灭 我满眼泪 男人 最爱的男人 我满眼泪 她的夜